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1895年 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 在针对他同心恋身份的审判中 被这样质问道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是王尔德的情人波西 用以描述他们被受压抑的感情的诗句 那一年 波西的父亲因为怀疑儿子和王尔德的私交不纯 公然斥责王尔德是一名基监者 最终致使王尔德入狱两年 同样是1895年 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6岁 福斯特很小就确认了自己同心恋的身份 但因为王尔德的审判 以及当时英国法律 将难通性行为是唯有违法行为的社会范围 福斯特终身都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性取向 直到福斯特去世 他的小说手稿莫里斯被发现并出版 人们才了解到福斯特隐藏了一生的那一面 小说莫里斯讲述了在20世纪初 等级观念严格 道德观念保守的英国 发生在中产家庭学生莫里斯 贵族家庭学生克莱夫 和下等家仆阿列克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 爱意最新在莫里斯和克莱夫之间燃起 但属于上流社会的克莱夫 迫于环境压力 仍旧选择了和女人结婚 声称自己是异性恋 心灰意冷的莫里斯 阴差阳错之中 与克莱夫的家仆阿列克发生了肉体关系 再一次坠入爱河 他决定彻底离开克莱夫 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 与阿列克在远离这个社会的某个角落 厮守终生 对于主人公莫里斯来说 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在莫里斯的手稿里 福斯特也对自己写道 幸福的结局是必须的 我下定决心 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 两个相爱的男人将长相厮守 直到永远 很显然 福斯特在这一部 他认定不能被世人看见的手稿中 注入了许多 他在现实世界里所不能达成的愿望 承载了种种他对于完美世界的幻想 也正是这样一种 乌托邦式的同性爱情 吸引了美国导演 詹姆斯伊沃里 1985年 詹姆斯伊沃里作为导演 和监制伊斯梅尔莫称 编剧路斯鲍尔贾华拉 共同改编制作了福斯特的同名小说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 在这样的声誉之下 这个团队想拍什么都可以 当时大家都认为 他们理所应当地 将要改编福斯特最伟大的小说 霍华的庄园 可是伊沃里和莫辰 却将他们的目光 投向了福斯特生前 从未发布过的莫里斯 在片剧贾华拉的眼中 莫里斯是福斯特 未能真正完成的一部二流作品 因此 他当时拒绝了这部小说的改编工作 仅仅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而长期与伊沃里合作 拍摄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霍华的庄园 告别有晴天的英国摄影师 托尼皮尔斯·罗伯特 也没有参与莫里斯的拍摄 本来确定要饰演莫里斯的演员 朱利安·圣德斯 也在林开拍前因故退出 詹姆斯·威比 年威寿命 顶替上阵 80年代 艾斯并大流行 同心恋群体作为替罪羊 被各地官方要谋划 1988年 英国政府更是颁布了 针对同心恋宣传内容的禁令 莫里斯一系列核心创作人员的变更 不仅让外人猜疑 他们都是因为莫里斯的题材敏感 而刻意和这部作品保持了距离 但伊沃里和莫城改变莫里斯的决心却非常坚定 因为在莫里斯之前 同心电影只有这样两种可能 他们要不是将同心恋的存在 归属于某种精神创伤与阴影 要不就是来自于主流社会群体 小心翼翼的致歉与怜悯 从来没有一部同心电影 是不怀悔意与歉意 以完全接受的态度 来讲述一个 恰巧发生在同心之间的 纯粹爱情故事 而身为同心恋者的伊沃里和莫城 就是想要创作这样一部 纯粹的同心爱情电影 这一点和福斯特在创作莫里斯时 对同心之间乌托邦式爱情的想象 也不谋而合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在伊沃里看来 莫里斯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展现了同一个处境 活在谎言之中 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 来自英国中展阶级的女孩露西 和表姐夏洛特 一起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度假 在他们旅居的民宿里 露西偶遇了下等阶层出生的乔治 一天 大家一起去野外郊游 在一片平原上 乔治和露西越轨亲吻在了一起 回到英国之后 露西被安排和上流社会的赛希尔成婚 但在刻板无知的赛希尔 以及热情野心的乔治之间 露西终究选择了和乔治在一起 违背了他和赛希尔的婚约 在福斯特和伊沃里的作品中 上等阶层似乎永远与虚伪 束缚 谎言联系在一起 而下等阶层 却总是能够真诚 勇敢地拥抱热情与天性 中等阶层 则要不断地在这样的谎言与真实之间 挣扎 抉择 莫里斯也不例外 在电影中 莫里斯和克莱夫的相遇 是因为音乐 莫里斯先是在一次课堂上 听克莱夫的朋友莱斯利弹琴音乐 随后 莫里斯受莱斯利的邀请 去他的房间深谈 结果 却在莱斯利的房间里 偶然遇见了 存在整理柴克福斯基 悲伤交响曲乐部的克莱夫 两人也在自动钢琴 演奏出的悲伤交响曲中 有了第一次自在的互动与交流 悲伤交响曲 是柴克福斯基在1893年 创作出的绝项 这首乐曲首饮的六天之后 柴克福斯基便不幸离世了 大部分当时的学者认为 他是死于祸乱 但随着时间推移 渐渐也有人猜测 被认为有同性恋倾向的柴克福斯基 也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当时 对于同性恋的抵制运动 服用P刀自杀的 在这种可能性的映照之下 克莱夫和莫里斯 因为这首乐曲的相遇 也有了更多的神意 他们此时 都还处于无知无知的状态 被最为抽象 最不受现实束缚 最接近人之本性的音乐 所共同吸引 但在这种喜悦之中 他们两人关系 悲剧收尾的隐患 也已经暗暗埋下了 接着 他们谈起了彼此的母亲 在房间里 像小孩一样戏耍 逃离了代表着 约束与教条的基督教堂 和莱斯利聊起了 象征着西方文明 童年时期的古希腊文化中 柏拉图写下的 讨论同性之间 爱的本质的会影片 他们这一切行为 都在不断地暗示观众 莫里斯和克莱夫的情感 是在最接近 童真与自然的本性中 所萌芽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 我们看到了 莫里斯和克莱夫之间的爱抚 但当这种爱抚 被他们周遭的环境 侵入之后 分歧便出现了 克莱夫只希望 他们的关系 停留在 柏拉图师的精神层面 而被克莱夫唤醒的莫里斯 却可求进一步的肉体关系 他不断地想要亲吻克莱夫 而两人身份地位上的区别 也立即浮现 同样被教长撞见 离开学校 与同性去野游 付出真实代价 被处分的只有莫里斯 而克莱夫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这之后 电影不断通过各种细节 强调英国社会中阶层的区别 莫里斯从大学返家之后 被当地的医生巴黎教育 说大学学历 对莫里斯这样阶层的青年并不实用 莫里斯来到克莱夫的家中 与克莱夫重逢 见识了克莱夫在普通面前 对同性亲密行为的放肆与不在意 莫里斯参加工作之后 续起了胡子 也是因为他想要向上攀爬 从阶层上更接近他所深爱的克莱夫 但在克莱夫目睹了 与自己同属上流社会的来思力 因为同性行为被拘捕之后 他对莫里斯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转变 当克莱夫发现 他的社会地位 并不能对他的同性恋者身份 带来特传式的保护之后 他决定要活在谎言之中 克莱夫开始公然表示 自己对女性的关怀与兴趣 这个决定导致了 他和莫里斯的彻底决裂 莫里斯在强吻绝绝的克莱夫时 咬伤了克莱夫的嘴唇 这也标志了他们关系的终结 克莱夫和女人订婚 续起了像是面具一般的胡子 而莫里斯却不再续胡子了 因为他已经不再能够接近克莱夫了 从他们两人关系的终结 再回看他们关系的开始 就可以发现 克莱夫的虚伪与自私 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 他和莫里斯第一次互相爱抚之后 毫无顾虑地向莫里斯表白 但当莫里斯全身心地 想要和克莱夫发展一段 零与肉的关系时 克莱夫又不断地闪躲 回避 嘴上说着所谓的柏拉图式爱情 行为尚在乎的 却只是他的社会影响 政治前途 克莱夫想要莫里斯归属于他 但必须以他的方式归属于他 而不能以莫里斯渴望的方式来相处 所以克莱夫不顾莫里斯安危地将他拉近 又不顾莫里斯留恋地将他赶走 他自己的个人得失 永远比莫里斯的感受要更加重要 克莱夫的行为 处处充盈着上层社会的优越感 对中产积极的控制欲 以及对下等人彻底地低看与蔑视 他也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赛希尔 霍华德庄园中的亨利 属于同一类人物 而也只有从这个现实的角度 来理解克莱夫这个人物 他也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翻脸 背叛与转变才能够成立 但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 莫里斯与克莱夫的家仆 阿列克之间的感情 为什么又能够修成正果 拥有美好的结局呢 仅仅是因为阿列克 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下等人 所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 我想是的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除了家仆的身份之外 阿列克之所以能够和莫里斯 尽情地享受肉体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即将离开英国 和他的家庭一起移民阿根廷 他之所以能够不在乎 这个社会的约束 是因为他正要离开这个社会 相似的处境 在福斯特其他小说中也出现过 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 路西和乔治的亲吻 再远离英国的意大利 才得以发生 在霍华的庄园里 离近盼道的海伦各地旅居 包括福斯特本人 也是在一战中 驻扎埃及时 有了人生第一次的 同线肉体关系 他们都只能在逃离 他们所属的社会时 才真正地做回自己 但是阿列克下的人的身份 和即将要离开英国的处境 都不是穆里斯和阿列克 修成正果的关键因素 真正让穆里斯对阿列克倾心 让他们两人的关系 从肉体关系越生的 是阿列克为穆里斯 放弃了自己移民的前途 在福斯特远格的结局中 穆里斯也因此 为阿列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和阿列克一同成为了伐木工 电影中 衣物里虽然没有展示这种结局 但他们最后优惠时的床屋中 阴暗的环境和靠近水面的地势 也象征了穆里斯 甘愿为他爱情 爬下阶梯 拥抱阿列克的生活 穆里斯与阿列克 为了彼此的自我牺牲 和克莱夫的自私自保 形成了黑牌分明的对比 福斯特想要通过穆里斯 宣泄的愤怒 看起来也再明显不过了 将人困在谎言之中 阻止人追求激情 真爱 获得美好结局的 是财富 地位 是自私虚伪的英国上流社会 但这样的一种广泛攻击 在莫里斯电影的 最后一场戏中 被软化了 决定以为阿列克 共度余生的莫里斯 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克莱夫 真正失去莫里斯的克莱夫 在关上窗户 彻底囚禁自我之前 眼前浮现出了大学时 他出使莫里斯的画面 这一个瞬间 让我们感受到了 克莱夫的无奈 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那个囚禁了他的时代 莫里斯所描述的英国社会 是介于维多利亚时代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爱德华时代 那一时期 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 工业的发展 极度加剧了富裕与贫穷的分化 克莱夫 莫里斯和阿列克 各自所属的阶级 也正是那一个特殊时期 所创造出来的 控制财富与工业 对人的控制与异化 探讨什么才应该是 人最本质的理想状态 是福斯特在那样一番剧变之中 提出的警示 与财富同时到来的 还有维多利亚时代 与爱德华时代 极度保守 主张性节制的道德观 而后来 历史学家都将维多利亚时代 视为一个外表体面克制 内里却充满黑暗 表里不一的矛盾时代 《衣物》里在拍摄莫里斯时 坚持要求男演员 在斯密场景中全裸出镜 他认为 一对伴侣在发生肉体关系之后 应当可以赤裸地 在斯密空间中走动 而不应该受到虚伪的 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束缚 而在莫里斯影片的一开始 莫里斯的老师杜西 在沙滩上用雨伞 画下了异性恋性行为的示意图 不巧撞见这示意图的女孩 名字正是维多利亚 这也是影片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 虚伪道德观的直接抨击 虚伪的道德约束 加上巨大财富的枷锁 将被莫里斯更早意识到 自己同心恋者身份的克莱夫 推入了谎言的地狱 而作为故事三位主人公中 唯一的一位悲剧人物 《衣物》里也将电影 结束了在他落寞的神情上 即便福斯特坚定地要写一个 拥有幸福解决的男同爱情故事 他也绕不开克莱夫 这样一个悲剧收场的牺牲品 即便《衣物》里想要拍摄一部 不怀悔与歉意 纯粹的同心爱情电影 他也没有将电影结束 在莫里斯与阿列克 激情的拥吻之中 而即便是2017年 《衣物》里改编的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电影中的奥利夫 也在80年代的美国 做出了和克莱夫一样的选择 我们曾经说到过这样一条评论 为什么LGBT的爱情电影 总是这样的苦大仇深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先讲这样一个故事 1987年 莫里斯刚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美国洛杉矶时报 曾登载过一位同心恋影评人 道格拉斯·山德尼克 关于莫里斯的一些观后感 他当时和他的同心恋人 和其他一些异性恋友人 一起观看了莫里斯 他的异性恋朋友 对这一部同心爱情电影的感触 却比他一位同心恋者要深得多 这让他很震惊 后来 他的异性恋朋友告诉他说 他为了婚姻 牺牲了事业 而克莱夫在那样一个社会地位下 却敢铤而走险地向莫里斯表白 他觉得克莱夫实在是太勇敢了 对于一切真爱的追求 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你如果决定抛却真爱 在谎言中生活 那你终究会迷失自我 道格拉斯这才意识到 自己作为一名同心恋者 莫里斯唤醒了他本想忘记与逃离的 自身痛苦成长经历 而他的异性恋朋友 却反倒能够没有挂爱的 感受克莱夫的挣扎 从道格拉斯异性恋有人的心态来看 苦大仇深的 或许也不仅仅是LGBT的爱情故事 而是一切在巨大生活代价面前 不得不被放弃的真爱 不得不对自己对社会说出的谎言 性少数群体 在设计绝大多数区域的文化处境 并没有完全得到改善 甚至 有变得更加糟糕的危险 对于他们来说 拥抱真爱的代价 总比常人要大得多 因此 他们也更常陷入谎言的困局 那倘若生活人在水深火热 影像 又要怎么心安理得的歌舞生平呢 而从影评人到格拉斯 他作为一名同性恋者 下意识逃避今生经历的心态 再看近些年 涌现出的这样一种潮流与生命 希望看到更多常态化的 拥有美好结局的同性爱情故事 这和福斯特当年的愿望非常相似 这样的一种愿望本身 是希望自己也可以拥有那样一种美好结局 希望自己所处的群体 可以被平视 被接受 希望主流社会 看到这个群体 积极正面的可能性 用一种理想化的世界 来呼唤改变 1987年 道格拉斯在莫里斯的放映活动结束后 被自己的伴侣质问 作为同性恋者 我们现在的处境 真的有比福斯特生活的时代更好吗 道格拉斯沉默了 1895年 当王尔德在法庭上被质问 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时 他回答说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在本世纪 是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伟大的爱 如同大卫和越南丹之间的 如同柏拉图为他的哲学而做的根本 如同你在米开朗契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找到的 正是那般深深的心灵的爱 才如完美一般纯净 他支配并渗透了伟大的艺术 这爱在本世纪被误解了 以至于他可能被描述成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并且由于这个误解 我现在站在了这里 正爱是美丽的 是精致的 是最高贵的爱的形式 它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然 而这个世界却不能理解 这个世界嘲笑他 有时竟然让这爱中之人 成为众人的笑柄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还是那个更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还可以仰望星空 就像福斯特怀抱着美好愿望 写下莫里斯时那样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收藏转发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